大家好 上網看了別人煮的電飯煲雞 我也很想煮 但是我的電飯煲二人份量 煮不煮到 應該放不下雞 有辦法 法國春雞 先試一下 剛剛好就煮 一隻法國春雞 30多元 上網看的食材 全部都是燒焗的 我今次試下煮 電飯煲春雞 這隻春雞解凍了 細小隻也蠻可愛的 有條繩子 先拆開 這條繩子有彈力的 不是綿繩子 所以千萬不要 綁著一起煮 不然膠溶進去 吃壞 先洗乾淨 洗乾淨雞 然後 最重要 就是吸乾水 因為這些雞 是雪雞 最重要 最重要是吸乾淨 整張紙塞進去 吸乾淨 吸乾淨 醃了一隻雞 先拿一個膠袋出來 放一隻雞 為甚麼呢 因為我覺得 用膠袋 會醃得比較均勻 我有些芫荽頭 洗乾淨 慢慢搓到搓到很乾淨 別人說芫荽頭很香 我就塞進肚子裡 接著 有些蔥 塞進去 可能你會覺得 為何不塞薑 放進去 因為我用光了 所以沒有薑 我就是這樣 用光了 用光了 又不會馬上去買 沒有就算了 接著 就 下這個 豉油 我這次做這個 就可以把玫瑰生抽 生抽 應該是鹿老抽的 不過我又是沒有 多醬油就多少糖 1比1 我剛才想到2-3斤左右 不用放太多 因為放在袋子裡會貼緊雞 所以會省調味 如果用碗子要放太多 它才會夠醃料 玫瑰露 玫瑰露不用太多 一湯匙也夠 因為玫瑰露的濃度很高 它的香氣也是很厲害 所以就夠了 隔著袋子 不用弄髒 再加1湯匙蜜糖 把空氣壓出來 扭上袋子 你見到醃料可以貼緊 把雞肉煮出來 醃料 至少1小時 你喜歡醃料也可以 如果你有時間 倒是否一個好處 差不多到吃飯時間 用鍋子拿出鍋子 我這個管子 電飯鍋很有歷史 沒有這個塗層 所以我把油放在底下 要不然就黏住 用葱搅拌均匀 用葱放在底下 把鸡肉放在底下 刚刚铺处就可以了 让鸡肉不要黏住锅底 拿出鸡肉 把鸡肉放在底下 鸡肉放在底下 1 2 3 放在底下 刚刚煎 鸡肉放在底下 盖盖 按键 让它跳锡就应该吃得了 现在电饭煲刚刚跳锡 过了20分钟左右 你们看一下 里面还在滚 看到吗 总之不要开盖 把鸡肉放在底下 等多10分钟 又过了10多分钟 打开锅盖 哇 还是很热 是很热 是很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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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玫瑰豉油鸡 知不知道为什么有玫瑰豉油鸡 因为你下了玫瑰豉油鸡 因为你下了玫瑰豉油鸡 不是啊 下了玫瑰露酒了 是 应该一盒撕就吃到了 是不是 可以撕一些给我吃 看起来很棒 不够 一会儿先吃其他东西 是不是很酸 酸菜 不酸我都很酸 很酸 这些先看 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以前叶的 有粗的 金批才酸 质地很棒 是春鸡来的 是 无关之 很特别 爽滑 是不是应该是 不过我这个没什么油味 我看没有沾到这些 要不要沾到这些 要不要沾到这些 都好啊 到这些豉油碾一下 少少的味道 有醋油 好吃很多 碾到这些豉油 有点甜味 我看了 什么 我看了 紫